然后咱们来解锁第三个问题 关于卸测试的样本选取的问题 那么这里选样方法也是有点意思的东西 因为这个它是比较抽样的一个内容 也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说考审计抽样 确实考审计的居多 也就是我们真正掌握了一个审计知识的话 你学抽样这块都比较简单 但是呢完全说不考审计然后考抽样的 主要在这个样本选取这个办法上 它是有抽样特点的 所以这块需要大家来特别注意一下 这是唯一一个算是比较抽样的内容了 因为后面那个抽样内容啊 它也不是说不抽样 而是说后面那个内容啊 在我们考试当中涉及到的相对少 也考过但实样率少 所以这块啊咱们来特别注意一下 那首先咱们说一下啊 关于我们现实中常用的统计抽样方法 这个注意啊 它是用在统计抽样下 但你用在非统计抽样也没问题啊 这块 那么主要两个 一个叫货币单元抽样 一个呢 叫传统变量抽样 那注意啊 货币单元抽样 我们却不止一次遇到过他了 且没说到过他 但直到现在 我们才真正迎来他的庐山真面目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说对货币单元抽样 它本身用的是属性抽样的原理 但是呢 最终得结论 是出了一个货币金额的结论 而不是对发生率得结论的 这种统计抽样方法 那么它的很大一个特点就是 以货币单元为一个抽样单元 那前面咱们介绍抽样单元时候 对吧 说我们可以是什么 以交易 对吧 一个余额 对吧 一个项目 也可以是一个货币单元 那这里 这个货币单元就在这 那为什么他用属性抽样原理呢 这个主要在于呢 就是抽样的发展 抽样发展当中啊 在我们这个审计当中啊 说这个企业控制测试 是最适合用的 所以呢 是大力的发展 这个企业的控制测试下的抽样 然而呢 这个谢赛用抽样的话呢 我原来只是传统的那些变成抽样 都感觉啊 不太好用 那有人说了 那我能不能用 已有的东西 来解决呢 什么叫已有的 就是用属性抽样原理 用它来解决 说能不能呢 找了半天 找了 能 因为呢 属性抽样原理就是 零和一的博弈 对吧 要么是零 要么是一 就要么拿着规定来 执行了 要么呢 没按规定来执行 那我们说 能不能把这个 变成穿这块 用这个办法呢 想了想 赢可以 一元钱一元钱 那不就是一吗 对吧 每个货币单位 不就是一吗 然后呢 那另外一个就是零了呗 就零一个关系呗 所以利用这个原理 但最后我得结论 实际上是 货币金额 其实本质应该是得到发生率的一个结论 但最终我把它转换成货币金额 它这么一个转换过程 所以呢 我们说 这个货币单位抽样 它这么样的一种方法 利用属性抽样原理 所以有个转换过程 先是呢 把我们一般的这个情况 呃 变成车样情况 给我转成 属性车样的 你原来都是 可人错报吧 现在给我换成一个什么 哎 这个比率的关系 咱们前面查表是用过 对吧 那么就先转 变成一个比率关系 然后呢 我们去用 用完之后 最后呢 得到其实还是一个比率关系 我再给我还原回来 还原成什么 哎 这个金额 从那金额转成比率 又从比率转回金额 这么个理念啊 那么说总体当中 我们是对货币单位抽样 那使得每个货币单元 被选中机会 是将等的 因为每个都一元钱嘛 那中心中的某个项目 被选该率有多大呢 那关键是我这个项目的金额 和总体金额的一个比率 我这项目金额越大 被选中的概率越大 比如说我这个总体 那我总体呢 这些项目 所有的项目加起来 假定 12百万 然后呢 其中 某个单个项目 他金额多少啊 是5000 那这个概率就是多少啊 被选的概率 那就是200万分之5000嘛 5000除以200万 而另外一个呢 说我单个项目达多少 我单个项目达了40万 那这个就很容易被选中 因为他占了总体的 五分之一 就这么关系啊 那么说这种好处在哪呢 就在于我们主要是可以将审计中 给放在较大的账户余额和交易上 就较大这部分 我也搂进去抽压 然后呢 能抽出来 因为咱们前面那一般的咱们都考虑什么 重大金额的先拿出来 对吧 剩下的呢 做抽压 但是剩下的那些 他也经过有差异啊 就我们即使说 哎 就有那个差异性的话 我们说给它分层 他也不可能说完全一样的 那么这个时候 我没法再一遍一遍挑了 于是说 我们用这个办法 用这个办法 金额大的被选中概率大 就更容易去发现 就这么个意思啊 那举个例子 说总体中 那有100个佣战款的民意战户 按说有100个项目 这100项目金额合计是20万 那么按说我们抽中每个项目 如果单个项目来抽的话 那每个项目 或者说每个这个战户余额 被选中概率多少 那就要1%对吧 但是呢 如果是 我们货币单元抽样的话 我总体中都有 20万个抽象单元 那现在呢 说A战户余额是5000 还有5000个抽象单元 B战户余额是3万2 还有3万2千个 那如果我们对每个战户余额来抽 随机去抽的话 那每个应该是1%对吧 那使得呢 有的金额大的 他也是1% 金额小的也1% 现在呢 我货币单元抽样 你会发现什么呢 因为每个货币单元 被选中概率一样 那货币 那金额大的就更容易被选中 对吧 所以 A战户选中概率 那5000 除以 20万 2.5% 那B战户呢 被选中概率 则16% 32万2除以20万 所以这样的话 你会发现 说这两个战户 被选中概率 远远比 说咱们一个一个战户 在选的概率要大得多 因为呢 咱们说当个战户 余额去选的话 每个是1% 而这个呢 一个是16% 一个25% 都比那1%大 而呢 说我这金额小的 比如某账预额 它可能呢 只有 假订啊 说只有多少啊 那它只有200 这可以吧 那它被选中的概率 就是 千分之一 那小金额的这块 那咱们说 它本身呢 在这种审计当中 除了特殊情况之外 一般认为 这个引起 中亚错报风险较低啊 所以用货币单元抽样 就使得我们比较容易的 把这种极高大的 风险高的选中 我们把资源投到它这里 因为我们资源就那点 有吧 那么注意 我们呢 虽然是选的时候 抽样单元是美货币单元 但审的时候 你没法对美货币单元来审 说我这个企业来看啊 说我对利用账款 对利用账款当中 那第32个亿元钱 是错的 这不可能对吧 这没法选呢 所以你不能说 哎 对每个议员钱去审计 审不了 而是对 包含着 被选取货币单元的 账户余额和交易 做检查 所以我们抽的时候 咱们说 货币单元是货币单元 你看在哪 这一元钱在哪 但是审的时候 得看什么 对这个账户余额啊 对这个交易 来审 那么我们所检查的账户余额或者交易 这叫逻辑单元 因为这就不叫抽样单元了 抽样单元咱们是货币单元呢 那你这个时候审的时候的逻辑 那指的是什么 那这个余额这个交易 所以就要逻辑单元 那这一种啊 那再一种叫传统变量抽样 那么他用的是一个正态分布的理论 然后根据样本结果推断总体的特征 换句话说呢 别说 在他认为啊 说极端值都是小概率的 那就结合极大的极小都小概率 大部分在中间 就叫正态分布理论 所以呢 这个时候我们呢 抽样当中用他这个理论 来推断总体的特征 那有没有重要错报 那么这个呢 说他的适用这话 咱们也要特别注意 那因为他的这个正态分布理论 影响了他的适用情况 而我们实物当中的多种情况啊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咱们说 一个是传统货币单元抽样 一个是呢 咱们说货币单元抽样 这两种方法 他的优点缺点 这个需要掌握啊 这是咱们选择提一个点 这可以考的 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里咱们来说一下 做一个对比啊 货币单元抽样 他的优点 对的是 传统货币单元抽样的缺点 那正有对应性的问题 他说货币单元抽样 优点在于 他以属性抽样原理为基础 那么可以很方便的计算 样本规模 评价样本结果 更易那平安样本结果 而且更容易使用 那前面咱们刚才 那给大家看过 说货币单元抽样 那算这个样本规模 是很容易来做的 而传统变量抽样这块 说对于他这块更复杂 所以呢 我们一般用具体程序 那来完成 这我当年呢 学的时候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 那再来呢 说货币单元抽样这块 他的样本规模啊 这块并不需要考虑中修调证 这也不需要考虑的 因为总统中每个货币单元 是相同规模都一元钱 那这时候咱们也不用去考虑 什么总体边缘性啊 什么这个问题了 而呢 川普达商量得不然 他呢一定要考虑 总体特征的标准差 而这种估计又难以做出 所以往往呢 我们是要利用你钱对总体的了解 会给你出使样本 到标准差来做估计 这就比较麻烦了 那当年学的时候就这块 就被他学好 对吧 那这是他说这话啊 然后再有 那货币单元抽样 每个项目被选中概率 实际上是看到包含多少 那货币金额的 被选中概率和这个金额大有成正比 所以呢 不需要专门去分层减少变性 传统变量抽样不行 要考虑 总体项目的共有特征的这种变性 那而且他要分层来减少亚门规模 啊 此外呢 说我们用货币单元抽样 用系统选拥样方法 就这个办法呢 如果是这个项目金额 大于或等于选拥监据的 这个时候呢 我们会用货币单元抽样方法 他可以自动识别所有单元抽样项目 要是 但凡这个监据 大于等于选拥监据的 这个项目一定被选中 但传统变量抽样不是 对于非常大的项目 那么 或者是呢 在总体账面金额和审计金额 有非常大差异的 而且要么那规模较小的 正在分布理论就不太适用了 那 就容易得出错误的结论 他的特点 所以这块也要注意 此外呢 这个货币单元抽样这块 如果预期没有错报 那其实用货币单元抽样方法 他的规模 会比传统货币单元抽样方法更小 预期没有错报 为什么呢 因为他用的是属性抽样原理 属性抽样我们用的控制测试 对吧 我们做控测试的前提是 预期控制预许有效 那时候才用 那货币单元抽样也一样 如果预期没有错报 利用这个原理 或者说错报极小啊 这个情况 利用这个原理 我们其实不需要太多样本规模 而传统货币单元抽样是有一个问题的 说如果几乎不出来错报 用这个传统货币单元抽中当中 有个拆法和比例法 这个没法使用 算不了 此外呢 货币单元抽样样本容易设计 而且呢可以在获得完整的最终总体之前 就可以选样了 那这个他的一个优点 传统货币单元抽样 这个我们并没有对应的缺点啊 这话并没有说 那么这个货币单元抽样的优点 我们要重点掌握 要重点掌握啊 那对应在传统货币单元缺点 你还是熟悉一下 所以知道我们虽然是对比着给大家看啊 但你要重点掌握是左面 货币单元抽样的优点 然后呢熟悉右面传统变量缺点 是吧 然后紧接着再反过来 说传统变量抽样样的优点 和货币单元抽样的缺点 是吧 那这个咱们也看一下 传统变量抽样优点是这样的 说如果账面金额和审计划 较多差异的 这个时候呢 传统变量抽样 他就更适用了 较小样本规模就能满足手机目标 但是呢 货币单元抽样则不行 说如果预期中期抽样 几个会增加 货币单元抽样所需的样本规模会增加 那可能那样本规模过大 这个时候 所以他适用时 货币单元抽样是预期抽样 较小的时候 那或预期没有抽样 而预期抽样较多的时候 不会太适用了 此外呢 如果我们是关注 低估的错报 传统变量抽样很实用 而货币单元抽样 说压根就不能做低估 为什么呢 就是账面金额小 但被严重低估项项目 被选中概率太低了 因为金额小嘛 如果这账面金额 那简直说我总体啊 整个金额200万 我这个项目啊 单个账面金额可能只有10块钱 这被选中概率太低了 你看吧 但是它是被严重低估的 它应该是多少 应该是10万 结果借了个10块 但它就很难被发现 所以它不适用于低估项项目 那这个要特别掌握 而再有呢 如果是零预额的 负预额的 这个传统变量抽样说 我这个不需要单独考虑 货币单元抽样说 这不行 我都是一元钱一元钱的 你这零的我抽不住 负的在我这里填不出来 负的是填不出来的 所以这个要单独考虑 因此呢 说用货币单元抽样时 如果是有负预额的 分离出去 单考虑 如果是零预额这些 也非常重要的话 一般也是单独测试 因为零预额是没有被选中机会的 而实物当中 咱们的确有这个是 负预额是也有意义的 零预额也有意义的 这个时候 传统变量抽样可能更有效果 此外呢 注意 如果啊 咱们需要追加的时候 需要在每一层追加额外的 那这个样本项目 所以现有的都不够 对吧 说额外追加的时候 传统变量抽样 很容易扩大样本规模 而货币单抽样是这样的 说如果发现错报了 风险水平一定使货币单抽样 评价样本时 可能会高估抽样风险 导致可能会产生一个误具风险 一个误具风险 就即使呢 你追加可能效果也不好 而传统变量抽样呢 说这类的东西啊 我要追加 它可能是能够比较有效的控制误具风险 就我们一般的不大考虑这个误具风险 特别样本规模的这个时候 但真正用的时候呢 你也不能完全不考虑 完全不考虑 而货币单抽样 它可能是让你一遍一遍 重复这个误具风险 使你不断增加药本量 但传统变量抽样呢 它不用 我适当夸大之后呢 我就很容易来识别这种误具风险 那此外呢 货币单抽样这块呢 有一个问题 就是呢 我们需要单独设计它 要逐个累计总体金额 你不 而且那要确定总体和 那总体是否完整 和报表是否一致 这是它一个缺点 穿上别样抽样没这个 但呢 货币单抽样这个也是助力的 因为如果我们现在都大量财务数据 都会计这块记录都是电子数据的 那这时候并不会有额外增加审计成本的 你这个就比较容易去完成这种排序 那这个加总了 所以这一点呢 是原来说这算是一个 现在呢 这个基本上不大算是了 那注意啊 对于货币单抽样 这块低估不行啊 对于那个低估错报不行 林玉娥这块审不了 这个它的特点一定要特别注意 然后接下来 那我们来说选取你测试样本 那在这里啊 咱们就要一个一般的选项方法 那这个呢 咱们来说简单随机啊 系统选样啊 随选啊 选择适当的方法 选样本 当然也可以用计算机服务 使用技术来提高选样的这个效果 这一般选方法 那当然呢 这个要求是 通常要先试别单个重大项目 对吧 然后从剩余那里选样本 或者剩余项目分层 把样本规模分配给各层 单个重大项目的 最好还是不要放里面 对吧 那举个例子啊 怎么分层这个意思 怎么分这个层啊 因为单个重大项目不用去考虑 关键分完层之后 怎么分这个样本规模 而不是分层的问题啊 是分这个样本规模 比如说啊 我们百分之百检查项目排除之后 剩余的应用账款 占面预额120万 那么我可以按照金额大小分成两层 那第一层呢 是1000到1万之间的150个 金额较大的项目 对吧 那么总金额在86万左右 另外一个呢 是一圈以下的 一共1500个小项目 对吧 总结了三四万 然后呢 紧接着 假定我们抽样式 样本量是60个 我们说样本的样本量60个 好了 这60个我可以什么呢 按你这个账面金额 对吧 你不是86万和34万吗 按你大致的一个比例 第一层那个多来点 第二层这个少来点 所以第一层大约是40个 第二层大约是20个 按这么一个比例来走 对吧 但也可以呢 干脆咱们金额分成大约相等的 按金额往下掐 对吧 按金额往下掐的话呢 那就是第一层的和第二层的总金额 大致相等 但第一层的数量更少 单项金额更大 那第二层这会儿呢 数量更多 那代表金额更小 然后呢 这时候我平均分样本量 那第一层这会儿呢 分的就更多了 按比例来说 按比例来说 第一层下面就更少了 对吧 那第二层呢 下面就更多了 但那分的样本量 那和第一层差不多 这种分配啊 然后呢 我是每一层选样 对吧 但不管怎么样 我选一样的方法要代表性 就可以了 这是第一种啊 这个就没什么更多可说的 第二种 货币单元抽样的亚目选取 它很有特点 第一层货币单元的特点 那所以我们来说说它 那在这话注意 因为货币单元抽样 它的货币单位这话 是抽样单元这话 所以呢 这总体中的每个货币单元 必有相同规模 那项目中啊 选取的概率 与货币金额大小成正比 所以它不需要分层 不需要做这项工作 那 然后咱们以 系统选样法为例 那咱们都用到这儿了 你就不要用随意选样了啊 用系统选样 以此为例 这个呢 我们用的其实最多 来我们来看一下啊 那首先 我们确定选样间据 用总体的咱们金额 出于样本规模 得到样本的间隔 对吧 然后呢 在第一个节目当中 那去你的随意起点 从这起点开始 按照选样间隔 按税区选 但选的都是一元钱 一元钱啊 这话 然后我们看这一元钱 是归属于哪个逻辑单元 然后呢 我们再对 做包含着被选取的货币单元 它的账户余额 或交易对逻辑单元 做检查 换句话说呢 就相当于什么 每个账户余额 或每个交易 这话 它的逻辑单元 就相当于什么呢 还有若干一元钱 对吧 那逻辑单元还有若干一元钱 一个一元钱呢 就是一个小环 我们呢 像钓鱼一样 把他勾 勾到哪个上 就往哪一拽 就可以了 勾到哪个 就拽哪一个 但拽出来 肯定不是那一元钱 拽出来是什么 他所在的逻辑单元 那咱们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 前一用账款 他名义账户 那随机排到账户 A1 A3 对应账品金额 200元 150元 350元 100元 700元 然后我们说 他占的货币区间 A1从他开始 他是200元 那从第一元开始到第二百 一到二百 就是他有两百 A2呢 接着往下来 从201开始到350 A3接着往下来 351到700 那就往下累加 你们这些一元钱 这些累加 对吧 那么这么一个顺序 A4是701到800 对吧 A5呢 是801到1500 依次累推 那么我抽样的时候 这样的 那么就咱们说啊 A1 200元 A2 150 然后呢 我们呢 把他们累加 累加的时候 得到这么一个情况 对吧 A1 占的是这个区间 这区间从1 到200 A2呢 从201 到350 这样一个情况 对吧 A3呢 哎 351到700 A4 那701到800 那A5 801到1500 依此类推 那其实这个里面 就相当于 哎 一个又一个 一个又一个 每个一元钱 就相当于这里 一个又一个的 小环 对吧 我们的抽样子 就在这里面 去甩那个钩子 对吧 甩那钩子 往外勾 对吧 勾到哪一环了 好了 那你所债的 那个交易 那个螺翼单元 或者余额 就把它勾出来了 对吧 那好了 假定我们确定 选项间隔是300元 然后呢 1到300之间 有个随意起点 1到300之间 有随意起点啊 然后接下来 咱们说 每个300选一个 那假定随限 是150元 那第一个150元 第二个450元 第三个750元 依此类推对吧 所以我勾出来的啊 第一个是150元 第一百五十个 汇币单位 第450个 对吧 第750相当于叫号一样 对吧 但是呢 我们并不是一元钱一元钱的 是叫上你所归属的 那个交易 对吧 那这样的话 堆的螺翼单元 对吧 像A1就勾出来了 因为他 150在他那 A3也勾出来了 450在他那 A4呢 哎 750在他那 A5 1050 以此类推 对吧 啊 也就是说 一抽的时候 对吧 A抽出来了 对吧 A3抽出来了 对吧 本来是抽150元 那在A1里啊 一勾是A A1 对吧 450元 A3呢 对吧 然后呢 紧接着 750 哎 你看别看 A4这么窄 哎 正好踩上一个 干什么了 让1050 A5 让这么一个勾出去啊 这话 那么大家看到啊 有一个问题 说逻辑单元 他这么进行 如果大于等于 选拳间隔道 这个项目一定会被选出来 一定会被选出来 比如说啊 咱们在这里看 那 A3这话 A3这个无论如何 会被选中 比如说你抽中的假定啊 是350 350 那没有A3 对吧 350是谁 是A2 但你再加300 因为选拳间隔300嘛 那一定在A3里面 是650对吧 是650 所以他一定会被勾进来 一定被勾进来 那再比如说 像A5 A5无论如何会被选出来 那比如说 你到799了 到800了 都不是A5 对吧 但是加300呢 就在A5里 所以前面不管怎么样 最后一定到他那 那一定在他那 这话 所以就这么一个原因 只要是等于 或大于选拳间隔的 一定被选出来 是吧 而且呢 有时候会是这样的 说如果罗续单位啊 罗续单元 他的账面进口 是选拳间隔的数倍的 将不止一次被挑出来 比如A5 1050是他 对吧 1350呢 还在他这里面 所以他有两次被选择的机会 但是你不用说 说你呢 1050帮你抽出来 我审你一遍 到1350 我又抽你了 又来一遍 不用 他有两次被选中机会 他就一定被选出来的 但是审的时候 只审一遍就行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所选取的逻辑单元数量 会小于样本规模 那有的呢 说我把你抽出两次 我审就审一次就完了 那就这么个关系啊 那当然 说为了简化 要么平下工作 我们决定啊 对诈骗进口大于等于 选拳间隔的项目 做百分之百检查 那并不把他纳入 抽样总体 因为反正你都会 把他抽出来 所以这类的 干脆就百分之百检查 剩下的这些 咱们呢 再去重新来 那剩下这些呢 就什么 怎么也不会超选间隔了 所以呢 大家是什么 看被抽中的机会了 对吧 但是他不会百分之百被抽出来 好了 那这些选拳之后 我们对样本做恰当审计程序 这个呢 就咱们起面讲过的了 就咱们讲什么 韩正啊 对吧 检查抽盘啦 对吧 这类程序 实行程序啊 写测试 那么这个我们要对所选取的每个样本 是适合具体那是目标的实行程序 该做检查 该韩正韩正 而且要注意方向顺序 那这个咱们前面都讲过 就我们前面前三节讲的都是写测试里面 实际到的 所以在这不通说了 对吧 不通说了 然而 那有时候就可能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 选出来的项目 却无法做相应的程序 那这时候就要考虑 说这类是没法审计了 对吧 未检查项目对样本 评价结果一样 因为这里舍不了 对吧 那如果啊 我们觉得 说这个未检查项目 舍不了这项目 可能存在错报 并不会改变 我们对样本的评价结果 这个时候我们就不需要再检查了 不需要再检查了 就是这类的评价 未必去审计 那么什么情况用这句话呢 什么情况下 那如果呢 就是我们前面发现足够多错报 那这个时候呢 说再出来错报也不会改变了 问题是什么 就是这里就有状况错报了 那这时候我们一般就可能不用去考虑了 说检查不了也不用去考虑了 对吧 那反之呢 说像这类的 就前面呢 觉得还不足以得出结论 那这个项目还要再查一查 但现在呢 正常审 审不了 那好了 好了 我就做Ti程序 那获得行业结论 所需的审讯证据 所以这话 咱们一般来说 只有是有重大错报 说再发现重大错报 也不改变结论的时候 我才不审 那么这个注意啊 这是我们超重项目 审不了的时候 然后要考虑是就此不审了 还说做Ti程序 对吧 此外呢 我们还要考虑 为什么无法实施既有的审讯程序 它原因是什么 对吧 因为它可能会影响了我们对 费评估的水平 甚至是5B风险的评估水平 它是不是会有5B风险呢 这类的 这个是要考虑的 对吧 此外呢 有的时候还可能出现另外一种情况 就选取的这个样本中 结果包含了未使用或者无效的项目 那这时候我们要考虑 我们涉及样本时 是怎么界定这个总体的 要考虑这一点 那如果说 总体中所包含的 比如说支票 对吧 无论是以签发的还是空白的 对吧 那你就要考虑 存在着一个多个空白支票可能 因为我们总体设定是所有支票 那就包含着空白支票可能 那空白支票你省不了啊 这个东西 那就回头考虑你的本身的 总体的这个可能是有问题 对吧 这是有可能有可能提了 那么有的时候呢 我们考虑到这种可能性 就决定了 比这个最低的亚本规模 稍微多选取项目 多一点 多余的项目呢 说作为替代项目时才可以做检查 如果它不需要就替代了 那不检查 比如我考虑到 它就存在空白的这种可能性 那我正常可能 我原来呢应该选50个 我现在选出来检定啊 说选出58个来 到时候抽着检查 说如果抽中项目当中 就是有空白票的 那就省不了了 就是把那个8个那里就找出一个来 说你看你这个是不是 你不是 那好了 你来顶上来 我就可以审你了 就可以正常得结论 那么说如果我这50个都没有空白票 那好了 我就不用去找啥 找那8个的东西了 所以就增加什么 一些替补项目在那 替补项目呢 需要是才用它 否则不用它 好了 我们在这看一下考题情况 去年呢 在这考虑一下货币单元抽样的优点 那也是重点掌握的啊 那你看就考了 问错误的是哪一个 说A 说货币单元抽样是以属性抽样原理为基础 通常比传统变量抽样更易于使用 那么A对不对啊 正确对吧 诶 正确的 那 这没问题啊 因为属性抽样这块 咱们发展已经很成熟了 而且呢 利用我们这个减性卷机的那个思维 灵异关系 对吧 二进制 所以呢 它使用起来更方便 有成熟的模型 来帮我们来用 并呢 货币单元抽样 无需通过分层来减少总体变运性 那这是它的特点 因为呢 说机构大的 我自动给它收出来 不用去考虑变异性的问题 而且呢 你说除了经常大口送收入之外 剩下呢 我都是一元钱一元钱的 一元钱哪还有变异性的问题 没有 所以不需要分层 对吧 而且不会那因此来增大什么样本规模 所以B也没问题 C 说货币单元抽样 样本更容易设计 可以在获得完整的最终总体之前 就开始选取样本 那这个东西很容易来做 对吧 因为都一元钱一元钱 这个东西嘛 所以这个咱们说 我呢 这个去抽样啊 什么这个东西 都更容易 选样的时候也更容易 有起点嘛 对吧 有起点 就像咱们控测试一样 控测试那块 咱们当时不就是 怎么做的 七中座 也让延到期末嘛 所以在获得最终总体之前 你就可以开始选样了 会比单上也一样 因为用属于抽样原理 第一呢 货比单元抽样 亚末规模 小于传统面上抽样 所需规模 那这个 不正确 为什么 这你看具体情况 说预计有没有 重要错报的问题 如果呢 说预计没有重要错报 货比单元抽样 这个亚末规模更小 如果预计错增大了 那它比传统面上抽样 那规模要大得多 所以这个D是不正确的啊 人们错误的 那咱们把D选出来 注意啊 它一定前提条件啊 那注意这个前提条件 说预计数据抽样 如果增加了 货比单元抽样 那个样本规模是要大的 但如果预计错报 较小 甚至没有错报 这时候货比单元抽样 更好用 好了 那这是啊 咱们说 谢策中 样本选取的 这块的内容 那其实这块呢 也是相略有特点的 在哪呢 货比单元抽样 它有特点 而且它用的是 属性抽样原理 所以本身上 你可以把它归类为 我们控制下 那个样本的那块 考虑 所以呢 要比较它的优点 缺点 这是一个 靠性比较强的内容 希望大家掌握啊 那这是咱们说 关于样本选择这个问题 那咱们说 样本选了也选了 对吧 然后呢 说 这个该做审计也做了 因为谢策是要求嘛 咱们前面都讲完了 所以接下来就是 我们需要 来做结论的时候了 就是我们呢 通过样本 要评价总体 那在这里听大家 勿忘初心啊 我们做中半天 不是为了做抽样 我做中半天 是为了评价总体 有没有重大错报 所以这个要回归到我们审议 做谢策则的目的 或做实际性成就的目的 是来评价 有没有重大错报 做这个结论的 好了 那咱们稍微休息一下 然后进入我们最后一个值点的学习 有没有重大错报 对 但是没有重大错报 有没有重大错报 而是 有没有重大错报